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王峥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从事了修复行业大概是13年了 我参与的分辨率2K的电影修复是大概400部 4K的修复大概是6部 好多人叫我医生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电影档案的延续者 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摆子弯库大概存了有3万多部中国经典的影片的拷贝 胶片它分为几种偏激 1950年之前叫硝酸偏激 硝酸偏激比较危险 因为它在40度的温度以上它就会自燃 醋酸偏它相对化学比较稳固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会有一种病叫醋酸中国症 如果一个胶片得了这种病之后它是传染了 最终如果你不赶快救护的话 最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死疙瘩 电影修复作为电影资料馆来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抢救 我们要把我们馆存的一些珍贵的国产经典电影做数字化的修复 2008年我修复的第一部片子叫《梁山波与驻营台》 电影资料馆派我去到宁波去解说修复流程 其实我很诧异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电影院里边 在这边做的全部都是老人 在荧幕上展现的那一瞬间 在场的所有老人都用感叹词 哇 怎么这么清楚 这一句话真的我当时我鼻子就酸了 我的眼泪就出来了 那个太真实了 因为你就在一个暗处你听到所有人的感叹 那也就代表了你自己的工作的成果 被这么多人认同 这个真的让我特别感动 太有意义了 我们只是把这个胶片的这个出色化以后的画面的这些脏点划痕 一些可见的这些不属于影片本身的问题修理掉 这是修复的意义 但是呢现在修复我们要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状态 就是做艺术修复 当时我们在修复红高领这部影片的时候 顾长卫跟我们说一定要往红去调 去年我们在做那个盗马贼的时候 我们还闹出一个小笑话 就是因为我们不太确定那个镜头到底是白天还是晚上 导演来了以后看到这个镜头就说 这个戏你们调错了 这是夜戏 这当时因为条件比较艰苦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在夜里拍摄这个镜头 所以后期我们通过配光的方式 然后把它压成了夜戏 它是超宽画幅 然后再加上我们修复完成以后 把颜色调的特别漂亮 你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 还有你曾经经经历过的一些过程 带动了你的情绪 你要让这个整篇保持一个特别均衡的密度 这个是最难的 每一个环节都要把控 要仔细的检查 而且是不停的在影院观看 才能确保这项工艺流程的正确 当时就是探讨到底是修旧如旧 还是修旧如新 是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的 但是最后最终形成了一个方案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修旧如旧 我们应该去尊重原创 尊重原创是最重要的 因为电影一秒钟是有24个画面 所以一整部电影大概是有15万帧的画面 我们的修复师每天要修复大概是6000帧的画面 然后每一帧画面 他们要点击鼠标三到四次 所以每天我们的每个修复师要点击鼠标 大概两万次 其实我的家人是非常支持我做这件事情的 他们经常会去关注我曾经参与过修复的一些电影 我的孩子还小吗 我的爱人经常会对孩子说 你看你的爸爸又修复了一部什么什么样的电影 他们都会很自豪 我们很棒 我们非常棒 我们现在跟美国跟意大利是持平的 这个我可以很自信的去说 我们的修复团队是一个非常年轻化的团队 但是他们做的是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 他们能让这些珍贵的电影档案 再一次的重新在大荧幕上亮相 中国电影 尤其是从早期的中国电影 太精彩了 很多电影的剧本都是文学经典 所以我们看起来是属于那种 越看越有味道的电影 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走进大荧幕 关注电影修复 关注这个国产经典的影片 能让更多的电影走到千家万户 是我的一个希望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